早晨 今天是2024年9月9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开市追渣沽》 今早我们有独立股评人唐牛 和谭海韻陪你一起开市 好 今个星期大事有什么焦点呢 早晨Mendy 大家早晨 今个星期大家看着 星期三的CPI 美国那边 当然 另外就是今晚苹果新机 大家看看是否会否换机 是的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是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日向下 科技股的跌幅较大 Tesla急跌8% 美国公布8月份就月报告后 利率市场激烈的争论持续 减息0.5厘的机会率 一度升到50% 但机会率在收市时跌到30% 美股高开低收 导致收市跌410点 收报40345点 跌1% 标指跌1.7% 收报5408点 纳指跌2.6% 收报16690点 欧洲股市向下 法国和德国股市跌幅超过1% 苹果今星期将会推出新的iPhone 股价上星期五轻微向下 但就跑赢大市 Google跌4% Tesla回套8% 芯片股挨股NVIDIA再跌4% 博通今年收入差过市场预期 股价跌1成 而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方网股ADR 普遍比本港收市低 阿里折合79.1% 腾讯美团也比本港收市低超过1% 汇控和健康比本港收市低超过1% 比亚迪折合233.27% 看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早段又跌超过2% 跌超过1000点 最新35383点 所以综合指数也跌超过1% 最新跌28点 悉尼普通股指数跌61点 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大概跌0.5% 跌70点 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稍后会和大家跟进港股开始的情况 最新的变动就未有很大 最新是未升3点左右 跟唐牛聊聊美股的走势 美股上星期 其实是一年半以来最差的一星期的记录 以标志为例 全星期跌了4% 是去年3月 美国地区银行危机以来最差的 纳指全星期跌了6% 导指也有3%跌幅 数据上星期五出了 大家观望了很久的失业率 跟市场预期一致 最新数据是4.2% 同时看到8月份的非农新增 职位就比预期少 现在就密切关注 看完星期三的通胀数据 就会更加确定下星期的减息幅度 现在市场预期 未来美国8月份的CPI 按年有2.6%的升幅 还有还有一个讨论 就是看到债息倒挂的情况 有出现逆转 就是再次讨论是否 美国真的很快就会突入一个衰退的情况 在这样的市况之下 其实两边的声音都多 但是在这样的市况之下 波动都大 你的操作上 你是会建议大家应该如何做呢? 近段时间也有很多人问 其实问人是NVIDIA 怎样?可能120元买了 10元买了 或者未买 问你的朋友都是买正股的? 都是正股多的 我想跟市场一样 在这一刻你问我的 市场都是向下炒的 明显地气氛都是差的 都是聚焦点衰退 减息比预期大 都不妙了 所以如果你说短线操作 你自己找位置去做一个指示参考 我当你是NVIDIA的 大概100元或者90元这些大位 就是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炸下来的 黑色星期一个月炸下来的 那些低位就自己做操作了 我想你说指数都自己找回 短期支持位去做操作了 但是你说 如果我是想着慢慢买的 就是考考大家的心脏有多强大 就是你预认了要跌 以及预认了要分很多株 我自己也有慢慢慢慢买回 你有信念的 你就买吧 要看看它什么时候才站稳 以及在什么位置站稳 这个就很看你如何看NVIDIA 就是那样东西 究竟这次真的GG了 没有了回不了了 还是不是的 都是会破顶的 你自己信心越大 你就买多些 你信心小的 没有什么特别信心的 就买少些 我想很难去回答大家 它原定未完美的 只能够用你的注码 去控制风险 是的 因为其实尴尬的情况就是 牛锦华的指舍参考位 就是100元 即是黑色星期五的一刻 同事有方便的话 可以开个套 就是问题是黑色星期五出现了 一个大跌 其实很快就上分130元 是的 那大家又觉得 100元究竟这个位置 是用来做 撈底的参考 还是指舍的参考 就是大家都会怕 又失去一些反弹的浪 是的 就是这样的 炒股票跌下来 怕买得多 升聚又怀少 所以看看你什么位置 其实都是进取型 还是防守型 我想进取型的 已经卖完了 然后你就等100元指舍 你说防守型的 我就等100元才买 然后就用90元的大位 才来做指舍 这是短炒的一个操作 有些可能说 我80元买一注 100元买一注 然后等90元真的串 就走 也有的 我想所谓的指舍位 都是看下大家 是什么位置入场 所以都是给大家参考 是的 你刚才分享了很多NVIDIA 上面的操作策略 在大市上 刚才我没有理解错 你说向下炒 如果向下炒这个概念是成立的话 那是否应该在某些数据出来 看到有反弹的时候 就可以开一个淡仓 在美股上面 我觉得如果跟得贴 或者其他东西 其实是可以的 我自己戒了淡仓很久 我发觉淡仓 开架也是输的 当然你用来补血 我觉得可以的 例如开完之后 它是积队的 然后你就可以有盈利的手 去补回你的持仓的账面损失 我最近自己开了一些VIX的仓 就是波动指数 我买了一些两倍的ETF 好像UVIX 应该叫Ultra 因为我纯粹看来 波动是大了 我自己又不想做淡 不如就买VIX的ETF 去当对冲 那是可以的 波动是大了一成多的 波动的ETF 可以做淡仓就可以了 可能你买波动指数的 一些正向ETF也可以 嗯 好 刚才唐牛介绍的 譬如说NVIDIA的价位 或者是UVIX 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具体有些 真的有什么价位可以买入 可以进入问题 我们现在看看上星期四 港股的情况 港股9月开局是连跌4日 累计跌超过500点 先开图给大家看看 恒星指数上星期五是打风优势 恒星星期四是低开12点后 最多是倒升98点 收市跌113点 收报17444点 跌幅0.1% 恒星收市报价资讯是由IG提供的 国指跌0.5% 收报6105点 科指升0.1% 收报3487点 大使全日成交只有849亿 北水陆德15亿9千万 净流出 主要沽出指数ETF 工行有2亿5千万 北水证入 快手有1亿7千万 美团有7千万 盈富基金有16亿1千万 南方恒生科技股ETF 有8亿3千万 北水证出 中海油和中石化分别有3亿 北水证出 大市走势上 看到一个四年跌的情况 现在最新的 就是在20和50天线水平增次 10天和100天线失守了 现在的背景就是 看到之前是美元弱 人民币强 就好像见到对港股有少少支持 但最新美金跌完 好像近日有一个跌定了的情况 在恒指的走势上 你会预视在什么水平上下跌 是不是会继续在一个区间上横行 会持续多一段时间 是的 两个字 就是浪费 就是浪费过来 又说什么东升西降 又说什么钱 你曾经相信过的? 我听过很多的说法 我说真的 我本人也持有很多港股 都是抱有期望 结果不就是赢得回来 所以维持原划 你就炒上落 之前冲了上万百楼上 转头又收回来 又去这些起步位 我自己也保持有淡仓 一路一路慢慢吃 因为都叫做炸回来 你又是看着 今天的说法就是 有没有机会试万七的位置 看出来是怎样的 我会觉得 如果你说炒港股的 我就觉得逢低 你就可以买一些 都是遇到上落市 例如你想选指数也可以 你选个个股也可以 指数上面可能 操作就会辛苦些些 因为可能你的牛证要退 或者call要换 如果你说我想选个个股 我自己也是选择700 我觉得700相对来说 就会容易操作些 维持原判就是 它也是上上落落 看看大家赚多少 好 那我们谈谈一些业绩股份 我们谈谈新地的业绩 其实它的派息有一个下跌 而它派息的跌幅 就是大过盈利的下跌 最新的情况就是 以上星期四的收市价值去计算 现在最新的 全年的股息率是不够5厘的 讲详细一点的数据 它上年度的列涨盈利 包括投资物业的公平值变动 按年跌20% 去到190亿 每股盈利是6.57 末期息和全年息都减了24% 以上星期四的收市价 即是75.1号半去计算 最新的息率是4.99厘 这就是看到盈利和派息下跌的情况 以及股息率也有一个比起之前的下跌 不过有两个方向 又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 第一就是出了一个盈利 也是跌20% 但几间大行其实都是看好的 以及上调了目标价 包括了汇丰、花旗和摩通 都上调了目标价 最乐观的可以看95.3% 大摩预料 他们的报告是说全年楼价的展望 就说估计今年即2024年 预期楼价会有8%的下跌 他写报告当日 大概全年楼价跌了6%左右 即预期未来的几个月会再有下跌 但是明年 他们的预期 香港楼价会反弹5%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受惠于减息的情况 Sunday 看完业绩之后 你觉得在现水平 又是否可以考虑的一种股份 当然不会考虑 看是可以的 去商场买东西是可以的 但你说地产股 我想都是维持原判 就是减息是受惠于债务上 就是可能减轻债务的成本 又或者可能在股值上 因为都是收息股 那变得你的股息率 保持得到的话 对比起原本的所谓的 所谓的risk free rate 就会吸引一些 那就有一个吸引的效果 但你说实际上面的业绩 你真的不行的话 就很难搞的 你楼也未必卖到 商场也未必做到的时候 都是维持你喜欢炒就炒 看图来炒 还有看看那个数据 就是你说 现在未来炒减息的话 就是我觉得 未来美国也很大机会减息了 就是减四分一 一定减半厘 那还在这个憧憬的情况之下 你就先炒住 当你realized 你就就可以了 就是减完 应该都是会对的 我想这些地产股 那身体叫好一点 因为起码大行都出了报告 也没有说是OK的 你看它的core不是跌很多 而且甚至你说不算core的 你计算它的减值等等 其实也不算很夸张 而且始终公司都事先张扬了 应该一年前 大概这些时间 它都说明是会减派息的 我想也会让市场有个预期 所以变得那个叫做升跌幅 相对于其他的同业 就更温和一点 是好的 我们再看一只 就是看蔚来的 现在就未到原盘 但开始前就升了1.4% 跟美股的走势 因为它在香港星期四收市后 就公布了业绩 接着我们星期五 就是有一个打风优势 然后美股那边 其实升了两天 所以现在对比港股的上日收市界 有1.4%的升幅 所以预示开市的时候 也会有一个列口高开的情况 就讲讲他们的数据 截至6月底为止 今次公布的是第二季的业绩 经调整亏损是有所收窄的 收窄了16% 去到大概是蚀45亿左右 这个数据比市场预期好 因为原本市场预期蚀多些 预期蚀50亿 所以最新的数据就好些了 经营毛利率是升至9.7% 市场原本预期是8.7% 这是整体公司的毛利率 收入有大约一倍的升幅 大家有兴趣或者了解更多的是 汽车业务 汽车的销售和收入的收入 都是超过一倍的 汽车方面的毛利率 按季都有3个百分点的上升 到12.2% 管理层就说到 期望汽车的毛利率去到第四季 即现在是第三季 即是用半年的时间 由12.2%左右 提升到15% 至于第三季的展望 预期汽车的交付量 大概是61,000至63,000架 按年的升幅大概是10-13% 但收入预期的增长 只是上升0.2%至3.2%左右 现在看到很大机会 就列口高开了 未来 你看完数据后 会不会对它有些改观呢? 今次的数据是更好了 尤其是汽车毛利率 都有升的 但是太波动了 即是你看到不同的车股也是 可能出一季的业绩OK 然后第二季又不行 所以炒了上来 我就不会特别很大的憧憬 尤其是现在都gap up 差不多15% 有货的 就自己找位置 我也是觉得炒电动车的 最好都是选择比亚迪炒 如果你说 我最近偏爱了吉利 我觉得如果选择其他车股的话 用一些传统车股 有些核心盈利的车股 就会选175就比三傻 三傻始终都是竞争之下 我觉得有机会是犧牲品 所以有货的 就自己走位 没有货就不建议怎样追 好 那两个追问 第一就是汽车股 就只是最近看隔壁 小米呢? 你有没有因为汽车这个概念而招它? 小米我就有望的 就是看到它出了业绩之后 大烈口大洋座 一路都很硬正的 然后再曾经破过位置 但是破完之后 好像不太对了 又开始补回了业口 没什么力量的 小米也是那句 不用看业绩 是看雷军 雷军说什么就什么 雷军应该暂时没有什么说 对了 自从说完份业绩 很厉害 史上最厉害的业绩之后 没有什么追问 那便下来 所以不会特别看业绩 看看雷军是什么时候出来 好啊 那吉利可否给大家一些价位 大家参考一下? 吉利现在就冲了上去 现在正在回的 我都建议 现在你可以看8.6左右的水平 就是之前有支大洋竹冲上去 然后站稳的位置 如果那些位置可以站稳 我就可以想想 记住站稳 因为你知道现在港股的流量 它一刷下来 它可以刷得很深的 哪怕你之前的走势多漂亮 那先兜了个底 现在有机会低开 我看到现在低开 大概2%左右 我想在那个位置 找到支持 才能再上去的话 我觉得就可以去做操作了 好啊 我们谈多个新闻 就是内地券商 国泰军安2611 就计划透过这个换股 将海通证券 叫做吸收合并 预期重组后 两间公司加上的总资产值 就超过16000亿人民币 成为内地最大的券商 有内地媒体更加指合并后的新公司 就是证券业的超级航母 两只股份就是上星期公布收购合并 暂时是暂停买卖的 H股暂停 A股都会暂停 预计暂停最多是25个A股交易日 这个就是消息和背景 现在市场预期其他中小型券商 或者会成为大型券商的收购目标 先看A股 因为上星期五我们讲股母市 星期四公布的消息 A股星期五的券商股 其实是急升的 有部份是升停板的 这个是A股的很乐观 第二是摩根大通出了一个报告 这就是国泰军安 有机会成为资产规模最大的中国券商 同时都会带动到行业情绪向好 可见的将来 或者有机会有更多类似的收购合并 今天的主角就是2611和6837 其实是停牌的 大家不能买卖 但也有另外一些中资券商股 你觉得有这个消息和有这个憧憬的时候 又可不可以追入这一类的股份 借势炒一下 我觉得难得有一个这么大型的合并 有一个概念给大家炒 那你就看看其他的 我自己就未必会看大型的了 即6030那些我就觉得太大了 未必炒得起 大概300多的市值 反而你说看着香港小的那些 就是香港很多不同的小的券商 或者叫做中资旗下的本地的一些分支 都多的 大家都可以自己搜索一下 我觉得反而那些 就是你炒憧憬 因为它够小了 我搜索一下普遍的市值都是 几亿啊 已经剩了很久了 反而你看着那些 看看今天有没有可以炒一下 大家可以做一些资料搜集 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们现在看看恒生指数开市的情况 要低海1% 今早开市现在是17261点 低海182点 国企指数就是低海68点 低海幅度是1.1% 另外就是科技股指数 低海36点 3450点开市 即货月期指就是低海200点左右 17240点 低水20点左右 主要股份 版面看到就是下方 看到汇控 今早低海是超过1元 66.45开市 中海油 低海幅度超过2% 19.44开市 看看科技相关股份 阿里巴巴、京东和小米 低海幅度超过1% 这就是港股对完盘之后的情况 稍后开完市会 继续和大家跟进住 现在一起看看《经济日报》 今次有什么推荐 A.T.各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领展823 选择原因是领展的香港业务表现有硬性 海外业务成为增长引擎 第二 美国即将展开减息周期 有助领展减轻利息开支压力 以及重拾并购动力 参考领展上市以来的估值记录 高出超过1.6% 投资者不妨等领展回到$36 买入 预料是在2023年 公股价是44.2%附近 沽额不轻 触及这个水平可以先沽一半 之后看50元的关口 跌穿今年7月下半个月 整股区支持水平$32 便适宜止舍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回回答大家问题 稍后再见 亭和系创办人兼资深顾问李嘉诚 自从退休之后久未露面 适逢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 获李嘉诚基金会 捐赠亚洲首部突破性医疗器 Histotroxy系统 96岁的李嘉诚 终于在有关法部会上延伸 早安 早安 字幕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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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by bwd6